大家好 我们这期要讲一下 就是现代西方文明啊 现代西方的社会 它其实还是保留着宗教 这个残余的半宗教式社会 说到这里呢 我们必须来说一点 就是说的世俗化的问题啊 因为就是现代西方社会 现代西方文明 它是一个去宗教化的产物 这也是说的近代化 现代化 对西方的这种价值所在 说的现代化 近代化 很重要的一个内涵 就是去宗教化 对吧 那么宗教是迷信的 然后去宗教化 世俗化就代表着这个理性 那么但是我们仔细去看 那么现代西欧啊 就是它是中国之外的 所有的人类社会中 首先实现所谓的去宗教化的 那就是在现代西方之前啊 中国之外的所有的 我们所有的人类文明也好 它都是一个宗教式社会啊 那么而西欧啊 就是近代的西欧 率先实现了去宗教化 实现了一个世俗的社会 所以在如果没有中国 确实西欧啊 就是现在的西方啊 它确实在这个人类历史上 有着一个领先的作用 革命性的作用 所谓的启蒙运动也好 对吧 都是指这一点 但是呢 如果放到中国的话 加上中国就不是这样 就这个版本 这个这个故事就不是这么 这么回事了啊 那么我们看中国 中国我们从文明以来 一直是世俗化的 我们而且非常的悠久 我们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五千年 其实远远不止五千年 至少一万年 那五千年的文明 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算 是从皇帝 皇帝是什么 我们讲 我们是三皇五帝 对吧 皇帝之前还有个漫长的 这个三皇时期 那么我们文明是什么时间开始 其实我们的经典 记载的也是非常的清楚 就是从福西时代 福西画画 就是一经产生的时期 一经的话 也是咱们的五经 五经的之首 那么它是最古老的一经 叫一经 那么就是在一经产生的时期 我们的文明就开始出现 就是在所谓的福西时期啊 前面我有一期专门去讲 我们可以通过现在的考古学啊 种种的这种资料 我们可以确定啊 这个福西时代 一定是在农业产生之前 就是农业之前的一个 渔猎采集时代 而且它不是一般的渔猎采集 就是以采集野生粮食 作为这个主要食物的 这个渔猎采集时代 就在农业之前 人类有漫长的采集野生的粮食 靠采集野生的这个粮食来 来去作为一个食物的保障 那么这个时期让人们会产生这种定居的生活 开始慢慢定居下来 因为有着野生粮食的这种保障啊 所以因为定居啊 然后就出现了文明 我们的福西时代就是在这个时期啊 至少有一万年了啊 根据这个考古学农业的出现就是一万年前 那么那么从福西时代 然后有三皇五帝 那么五就是皇帝时期大概是五千年 所以我们我们中国的文明至少有一万年啊 也就是说我们的世俗社会啊 世俗文明至少有一万多年的历史啊 那么当然它是分成很多的时代 不同的时期 那么它是有所这个变化 但是它的内核没有变 内核是什么 就是一礼 就是讲礼 说的明白 中国人讲礼 讲礼的话就是凭良心 凭良心讲礼 那么那为什么说一经的时候 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呢 因为一经的核心它也是一礼 我们讲四书五经 一经属于五经之一 它的内核 整个的四书五经 它的内核都是讲一礼 讲一礼 讲礼的 那所以呢 我们是有漫长的这种 世俗社会啊 那么但是西方的话 西欧它只是近代才开始 我们是一个悠久的古老的世俗社会 那么西欧来讲 它只是一个新兴的世俗社会啊 那么我们评价什么样的世俗社会 就是说什么样的社会 就是世俗社会是好的社会 那包括它的这个秩序的模式 怎么去实现一个良好的秩序 包括它的知识系统 什么是好的知识系统 那么谁有资格来评价 那只有我们中国才有资格评价吧 对吧 你是一个 你刚刚从迷信的漫长的这种宗教社会 到这个 到这个所谓的去宗教化的世俗社会 你以为 你以为你已经去宗教化了 你以为你已经理性了 但实际上你的去宗教化是不彻底的 你依然保留了很多的宗教参与 你的这个知识系统也好 你的制度设计也好 就是你整个的基本的思维 依然尽管说你在试图的摆脱宗教 但是你并没有真正的摆脱 所以只有懂得我们中国的文化 只有以我们中国文化为标准 以中国的毅力文化 新兴文化为标准 我们才能够真实的看清这一点 这就是我说的文化参照系的问题 只有站在中国的文化参照系 看西方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清西方 以及看清中国 如果你站在西方的文化参照系里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半宗教的 一个去宗教化没有彻底的 依然保留着这种迷信的 一个文化 一个参照系 所以你站在西方文化的参照系 看中国是看不清的 但是很遗憾 现在我们 无论是西方也好 还是中国也好 我们的学术系统都是西化的 也就是说我们都是采用 西方的文化参照系 来去分析问题 所以导致我们 看不清真实的中国 包括真实的世界 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那其实我前面一期也讲了 就是关于这个文化参照系的切换的问题 我们就是现在正在越来有能感觉到这一点 你比如说我们以前比较崇拜西方 对吧 认为西方是理性的 西方文化是好的 进步的 但是呢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 我们发现啊 这个西方的文化是有问题的 中国和西方有冲突 包括 尤其是最近的这次新冠疫情 西方那么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 那么我们更能够看清真实的一面啊 就是西方的文化还是有问题的 就是它是有迷信的 我们经济崛起之后 因为以前呢 我们总是觉得这个技术 西方的技术领先 经济领先 根本上是它的文化 文化领先 那当然这种看法也是从辛亥革命之后才有的 那么辛亥革命之前是晚清 晚清的话 他是把这个文化和这个技术和经济是分开的 晚清认为你西方只是说是技术领先 文化蛮夷 所以叫诗夷长继夷之夷 那那但是呢 辛亥革命 我们突然有一个转向 我们就开始完全采用这个西方的标准 当然之后我们受日本的影响啊 我前面也讲了很多 但是随着我们这个经济的崛起 我们也有钱了 我们也有技术了 那么这个短板一补上来之后 我们就不太重视 对吧 我们看西方的话 我们就更看重你之外的 你技术之外的 你的这个经济之外的一个东西 你的表现 这个时候我们在发现 这个西方的文化确实 晚清说的对 你的文化确实是满意的 满意的 不仅说是坏的问题 不讲理 就是还有一个蠢的问题 蠢的问题就是思维上是很迷信的 这就涉及到我讲的问题 就是说 其实现代文明 它是一个宗教式的 半宗教式的依然保留宗教残余的 这个半宗教社会 当我们在说宗教性的时候 我们就是指它的迷信性 它的教条化 它的机械化 绝对化 就是思维方式的教条化 机械化 绝对化的问题 那么 其实我们去研究这个学术 我们去研究西方的哲学 就现代的 这个就是回到我们什么时候 就是新化运动的时候 这个陈多秀提的 就是民主和科学的问题 那么 那这一点看得很准 就是 现在西方为名 它的两大基石就是科学和民主 那么 它其实也是说 我刚才讲了 就是说 西方由宗教社会到世俗社会 它两大的核心支撑 就是民主和科学 民主和科学也是 西方 就是所谓的现代社会 去宗教化的一个产物 就产生了民主和科学 科学的话属于知识系统 就是世俗社会的知识系统 它认为这是最好的 最好的这个知识系统是科学 然后 那么 民主的话 其实属于社会 这个秩序 就是这个社会 世俗化的社会秩序 该怎么维持 有一个良好的秩序 那么就是民主秩序 认为民主秩序是最好的 那么 科学是最好世俗化社会 最好的知识系统 民主是世俗化社会 最好的这个制度 最好的秩序 然后他就认为 你如果不符合我的科学的 你就是迷信 你不符合我的民主的 你就是专制 这是西方的这个标准 实际上来讲 民主和科学呢 这两大支柱啊 他都有一个关键词 有一个核心的概念 就是自然 就是nature 英语英文单词nature啊 我们现在用中文啊 翻译成自然 但是呢 它的内涵完全不同 就是中文的自然 和这个英文的nature 完全不同 就是我说啊 这个西方啊 它现代文明的这些核心要素 是去宗教化 不彻底的一个产物 恰恰就在这个nature 这个词中表现得很清楚 这个nature这个词啊 它首先在 这个基督教时代也存在 那么在现代 依然在沿用 它其实啊 就是这个内核 就是它的内涵 依然是保留了 这个宗教式的这种 这种元素 只是说在形式上 把这个上帝去掉了 我们看啊 就是我们说科学 我们说是研究这个自然的 我们叫自然科学 对吧 自然nature 那么我们 我们现在 我们会形成这个 说文科和理科之争啊 我们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啊 但是我们普遍忽略一点啊 你想民主的话 我们说民主 民主的话 它有两个 两个基石 两个这个基本的概念是吗 叫人权 人权和法律 人权和法律 对吧 那么 那么人权的话 单纯的人权是不完整的 实际上人权 完整的人权 它前面是加一个nature的 那就是英文单词 就是nature right 我的英文发音不太标准啊 就是nature right 那么法律的话 它其实也有个 也有一个 加个自然的 叫nature law 就是自然法 执意就是自然法 那么这个nature right 怎么翻译呢 在这个翻译上 有两个 有两个差异啊 那么最早的 据说是二十世纪初期 翻译成是天赋人权 我们现在也比较流行天赋人权 但是最近呢 有人在纠正 说这个天赋人权 翻译的不正确 就是谁呢 就是刚刚去世的 一个翻译家 也是非常著名啊 叫何赵武 何赵武啊 那何赵武认为啊 这个nature right 应该翻译成 自然人权 不应该翻译成天赋人权 实际上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翻译家 对这些英文单词 这种对异啊 实际上来讲 是有问题的 那么从根本上来讲 就是当初最早 早这个翻译 这个就是对异 中文和英文啊 包括其他这个西方的这种 这种单词的时候啊 他有一个根本的这个缺陷 什么呢 就是这个翻译家 翻译者 他对中西方的文化 并不真正的了解 他只是大致的 似乎好像是这样的 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呢 就是我们 就是现代汉语中的 这些对西方英文单词的 包括其他语言的这种 单词的这种对异啊 就是最早就做出这种对异的 恰恰是日本人 就是我们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 其实日本人在做这个事情 是在他们的洋文运动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明智维新的时候 因为这个日本的话 他因为长期的 受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啊 就是在明智维新 明智维新之前 日本他也是受我们儒家教育的 也是念读这个四书五经的 明智维新的这些所谓的 日本的思想家 他早期接受的是儒家的教育 他对中国的经典是比较熟悉 包括我们知道 日本的这个日本的日文呢 模仿汉字造出来的 那么但是日本呢 尽管说 就是学习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制度 有一千多年啊 在明智之前 但是因为日本他 他有他这个社会的这种特殊性 导致他无论是对我们的 学术的我们的儒家的学习 还是对这个制度的这种引进 他都是不 就是没有学到精髓 没有学到精髓 只是学到一个皮毛 所以呢 他对这个中国文化的这种认识 也是一个皮毛 所以他才 就是说 当看到西方之后 他就认为 很肤浅的认为 西方文明比中国领先 而中国文化是落后的 儒家是落后的 而且他认为 就是他把日本所 当时的日本所特有的这种专制 特有的这种愚昧 归根于儒家 所以在明智维新 所谓的日本的启蒙思想家 做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彻底的 否定我们儒家 然后全盘西化 就是所谓的脱亚入欧 然后我们加入海战之后 我们中国开始学习日本 这些留学生 就把这个明智为新的这种脱亚入欧文化 学到引入到中国 然后就形成了新海革命 和新文化运动 就是我们的新文化 实际上来讲 就是从日本搬运过来的 这种脱亚入欧文化 那么 同时呢 日本也做了一个很基础的工作 就是用汉字 用汉语 来对异 这个西方的这种单词 就然后编成词典 比如我们现在英文词典 对吧 就是最早是谁定的呢 那么日本人定的 然后我们又通过新文化运动 就是 以及之前的我们的留学生 到日本去留学 然后把日本所对异的 这种情况 然后搬运到中国 就是形成了我们的这个字典 所以早期的 尤其是我们现在有个统计 在这个我们的 就是社会科学领域 百分之六七十的这种单词 都是从日本引进来的 而日本当时的这种 他们的这些 这些翻译者 其实对中国文化是不了解的 完全是皮毛的 所以导致这个 这个对异是非常的不准确 它完全是出于这种表面的相似性 所以我专门前面也讲了 去年前年我都讲过这个 就是我给这些单词 起了一个名字叫香蕉词 这些单词啊 就它已经进入到现代汉语中 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自然 我们讲的政治 教育很多了 就是我们社会科学中 百分之六七十的 看起来是 我们看起来是中文 它其实就是它的内核 已经被注入的 因为它是对异的西方的 你比如说这个自然 就是我们现在的自然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 西方人所理解的自然 而且呢 又不是很准确 所以这个就造成了混乱啊 那么所以我们要理解 我们要理解这个 现代西方文明 我说它是保留了宗教参与 我们必须这个理清 这个自然这个词 我们今天就通过 自然这个概念 来认识这一点啊 那么自然 就是我讲了啊 你比如说 我说这个 现代西方世俗社会 现代西方社会啊 它的两大基石是 科学和民主 而科学和民主 它的核心 都涉及到这个自然 这个概念啊 科学的话 就是自然 我们讲自然规律 对吧 自然 然后这个 我们的民主 有人权和这个法律 那其实人权 它叫 就是nature right 自然 就是翻译成 之意 就是自然权利 然后 法律的话 叫nature law 自然法 那么我们必须理解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nature 英文的nature 到底是什么含义 它实际上是保留着宗教参与的啊 正确的理解 这一点我们要看 我们比较一下牛顿 和这个 现代的科学啊 那么我们知道 牛顿呢 它有三大定律啊 那么三大定律 那么 他在这 他写了一本书 叫自然哲学的 数学原理 自然哲学 就涉及到这个自然哲学 就是nature 我们现在会把牛顿 看成是一个科学家 对吧 一个物理学家 一个科学家 一个天文学家 但是我们 就是忽略了一点 牛顿是 是一个 根本上讲 他是一个神学家 就是当牛顿 那个时期啊 还没有 就是西方 还没有 真正的推翻基督教 就是这个基督教 还是属于主流的 那么那个时期 还依然是一个宗教社会 当然是出于这种变化的过程中 那么就是西方 真正的说 推翻宗教 然后真正的 成为一个世俗化的社会 科学 从这个 从宗教中 这个独立出来 是在什么时候 其实是非常晚 是在 19世纪的下半期 就是马克思主义 出现这个时候 所谓伪物主义 出现这个时候 19世纪下半期 那其中有一个 著名的事件是什么呢 就是达尔文 发现所的进化论 就是认为这个人是有猴子 这个进化而来 那么这个 这个就和基督教的这个 上帝造人说有冲突 所以这个达尔文 发表这个 这个观点之后 就引起这个基督教的反对 教会的反对 然后两者有一个 有辩论 很著名的辩论 我们应该都知道 那么这次辩论之后呢 就是人们越来越相信 又支持达尔文 那么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就是这个至少在西方的这种 这个上层的这种精英 知识精英中 那么基督教的地位在下降 那么科学的地位在上升 那就是科学慢慢开始独立出来 就是十八 就是十九世纪下半期的事 所以时间是非常晚的 在牛顿那个时代 依然是一个宗教时代 牛顿的话 他其实是一个神学家 就是当时牛顿的自然 他并不是我们现在的自然 就是一个无上帝的自然 我们说自然就是一个自然 对吧 是一个物质世界 但是牛顿的自然 这个自然在基督教中依然存在 这个自然是什么 自然就是上帝创造 我们知道 上帝在圣经中 上帝创造了世界 那么上帝创造了世界 这个上帝所造之物 就是自然 所以在这个自然 它的本来是 是包含着神的 就是自然本来就是神造之物 那么神造之物 它是怎么理解呢 神造之物 万事万物都是神造的 包括人也是神造的 所以这个万事万物中 是包含着神的智慧的 那么我们通过研究万事万物 我们通过研究自然 是可以研究上帝的智慧的 那么研究上帝的智慧 就可以做到人神合一 所以它是属于一个神学的范畴 是属于一个祭祀的范畴 就是我们通过研究上帝 可以达到人神合一 可以成思神 闽思神 所以它是属于祭祀的范畴 属于这个神学的范畴 所以那么当牛顿说 自然哲学的时候 它指的是上帝的智慧 它研究的是上帝本身 并不是自然 这个这一层我们一定要理解 就是自然 它本来是神造自然 但是现代就是说 我们这个西方推翻这个基督教之后 打倒了上帝之后 这个上帝没有了 只留下一个上帝所造之物 那么上帝所造之物 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然呢 不是 那它是保留着上帝的 尽管形式上的上帝被推翻了 但是实质的上帝 就是这些思维的一个要素 保留下来了 你比如说我们说 现代科学它就讲 有一个自然 注意自然为什么是客观的自然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客观世界 这个客观世界什么意思 我们中国人理解客观 就是说你不是主观的 你更尊重事实 但是这个自然 它的原意来讲 它其实讲的是一个 和人完全无关的一个东西 而且是超越人的 因为它是上帝造的 对吧 它是和人没有关系的 和人绝对无关的 那么有着这么一个世界 就是存在着一个上帝的世界 与人无关 而且超越人 所以这个自然 这个界中 存在着 它是被一种真理所创造 它中间蕴含着真理 其实就是上帝的智慧 那么这些概念 都是一些预示 都是一些宗教预示 它到现在就演化着什么 客观世界 客观真理 注意 这是预示 这是虚构 当我们说 存在着一个客观世界的时候 当我们说 存在着一个客观规律的时候 客观规律支配着客观世界 然后人要服从客观规律 它其实 这种思维模式 就是说 存在着一个上帝 存在着一个上帝的世界 就是天堂 人要绝对服从上帝 绝对服从上帝的世界 是一样的 只是说 他把形式上的上帝 拿去了 然后把这个真理留下来了 就注意 基督教也讲真理 真理就是上帝本身 所以 就是 这个客观世界 客观真理 这都是宗教预示 它现在就变成什么科学真理 那么我们认为 它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我们认为这个世界确实存在了一个 我们世界的背后 存在着一个客观世界 存在着一个客观规律 我们通过这个经验研究 科学实验 可以发现客观世界 这个客观规律 我们要服从它 那实际上来讲 我前面也讲了 科学的话 其实是分成两层的 形而上层和形而下层 形而上层 其实就是继承自宗教的 那就是科学真理 这一套 那实际上 形而下层是吗 就是技术 就是经验规律 那么 那么其实 那么科学 它其实是 把技术的东西 这个真理化 形而上化 那么形而上是假 是虚构 形而下的技术才是真实的 就是经验 经验规律 技术规律才是真实的 但是呢 那科学会把这个东西 给 给这个形而上化 给高大上化 给神秘化 我们一定要这一点 所以科学中 它是保留着宗教 宗教残余的 通过Nature这个词 那么在牛顿的 这个时候 这个Nature 完全是上帝的 上帝所造之物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才理解 这个天 就是Nature Right 和Nature Law 就是自然法 和自然 自然这个 自然 自然权力的问题 所以这个 最早翻译成 这个Nature Right 翻译成天赋人权 还是有道理的 就是这个Nature 你直接看是这个自然 但是自然是 神所造之物 就是我们 还有一个词叫 君权神兽 我们认为它是迷信 对吧 君权神兽 就是这个国王的权力 是神所赋予的 但是这个人权 其实Nature Right 它的更准确的 这个翻译就是 人权神兽 Nature 它就是神兽的 神造之物 Nature Right 就是神 上帝所赋予你的权力 还有这个Nature Law 也是 这个法律 就是上帝的法律 上帝的意志 你比如说在圣经中 我们知道就是摩西十戒 摩西十戒就是法律 上帝的法律 摩西十戒就是上帝 要求人要做到的 而且它是有一个 具体的这个宗教 这个这个场景的 就是摩西出埃及 埃及啊 然后在什么西奈山 上帝来来来说他 你来吧 然后让他去上山 然后颁发了他一块牌子啊 上面写着摩西十戒 就是他直接是认为是上帝 颁发给摩西的啊 那么我们在研究 我们发现更古老 你就是在古两个流域 我们知道有这个汉姆拉比发典 就是所谓的法律的起源的问题 其实更早还有一个叫什么 呃 乌尔纳姆发典啊 就是这是更早一些 在什么时候 在四千多年前吧 就相当于我们的姚舜时期 哎 他们这个西方 就是这个古两个流域 最先出现的这种成员法 但是无论是这个汉姆拉比发典啊 还是这个什么乌尔纳姆发典 他的原理也是一样的 这个法律是神的意志 是神的语言 但是我们中国来讲 我们讲法律 我们是什么 我们讲公约 啊 法律是约定 呃 我们公约就是 就是契约 我们的法律是起源于契约 我前面也讲了啊 那么 就是契约啊 最早的契约是起源于中国的 啊 我们最早的制度就是契约 你比如周一细词讲 上古节省而至 这个节省就是契约 就用契约来治理社会 啊 怎么来治理社会 啊 这个我这里不展开讲 啊 呃 然后就是我们的法律 其实就是公约 如果我们仔细去对比中西方 我们会发现啊 其实在四千多年前 中西方文明是有交流的 所以 那么法律的起源 就是他的契约起源 才是真实的这种场景 啊 但是呢 这个西方啊 包括古良和流域 他没有这种经历 没有这种历史 我们的那种概念 传到西方去 就是我们的这种契约式法律的概念 传到西方去 那么他们去做了异议化 就是出于这种神造法律的概念 然后一直到基督教中 啊 所以他的法律也是一个宗教式的 他是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上帝赋予的法律 Nature law 就是上帝赋予的法律 不是法律神兽 啊 军权神兽 法律神兽 他和这个Nature right是一样的 啊 所以这个人权和法律 本身都保留了宗教参与 包括科学 啊 所以就是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就是西方 现代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 是教条化的 是机械化的 是绝对化的 啊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新冠疫情中 啊 我需不需要戴口罩 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 这是非常小的一个事情 啊 但是西方他就会发的绝对化 啊 他说 我的 我的权利 你要让我戴口罩 就欠罢我的人权 那么所以 就是会 会形成一个问题 呃 戴不戴口罩 居然是一个人权的问题 是一个政治问题 所以在我们中国看来 这是不可思议 啊 那么我们 我们中国人考虑问题 我们不讲人权 我们是啊 我们是讲理的 合不合理 那么戴口罩 不戴口罩 合不合理 我们是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不会去讲 机械的什么权利 人权的问题 那戴口罩 确实可能会带来一些不便 但是呢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疫情 是病毒 啊 病毒所带给人的这种危害 啊 那么这个问题更严重 啊 那么也许 他有效 也许没有效 但是大概有效 既然有效的话 我们宁愿相信他有效 对吧 那么对于这个防疫啊 这个这个重要性啊 他远远大于这个口罩 戴口罩所在的不便性 所以戴口罩是合理的 我们认为它是合理的 所以即便政府呃强行的规定 说啊 你必须戴口罩 我们认为这是合理的 是可以接受的啊 甚至说即便是政府不规定 我们自己也认为是合理的啊 也应该这么做 我们还要求政府应该这么去规定 所以我们这里不存在一个专制的问题 不存在一个剥夺人权的问题 它合理的 我们中国人考虑的问题是合理 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啊 是异理 我现在要讲了 我们讲理啊 啊 西方人不懂理 他只讲机械的这种人权 啊 其实有什么人权呢 对吧 人和人天生的有什么人权呢 啊 然后他会把具体的一些东西 啊 规机械化 中国人从来不认为 就是你侵犯了我的人权 你侵犯我的人 你侵犯我的自由 这个不用说的 我就直接起来造反嘛 所以中国历史上 有屡次这种农民歧义嘛 但是西方从来没有农民歧义 为什么 恰恰因为他没有这个意识 全是嘴炮 对吧 啊 所以 这里没有什么天赋人权的问题 没有什么人权的问题 啊 我们只讲理 所以我们看这个西方啊 现在文明啊 无论从这个科学来看 这个科学和这个民主啊 啊 我们现在会看着这个民 什么 这个文革和理革 它有一个 有一个词来沟通 啊 是他们的基石 就是nature 就是自然 但是自然这个词 它是来自基督教的 它尽管说形式上 去了宗教化 把上帝打倒了 但是它的内涵 它的这种机械化的 这种教条化的 这种思维方式 依然被继承下来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现代文明 依然保留了宗教参与 是一个半宗教社会 所以现在西方 它的思维方式 依然是教条化的 意识形态化的 所以导致它 看不清一个真实的世界 啊 这是我们中国人 就是尤其是最近 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出来的 感谢观看